小朋友,来点水蜜桃吧 我们家附近多的是,不要 哥,那么冲干嘛 我的水蜜桃可是无锡特产 跟其他地方的都不一样哦 为什么 相传当年孙悟空大闹天空 偷吃了王母娘娘很多仙桃 无意中将两颗桃河吐到了我们无锡太湖边的阳山上 后来这两颗桃河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有一天,一位住在阳山脚下的叫阿毛的老人上山打柴 是仙女下凡了 两位姑娘,你们打哪儿来,摘的是什么 老人家,我们打天宫来 王母娘娘顺宴请客,派我们下来摘点水蜜桃 我听说天上有很多仙桃,怎么还到凡间来摘 这两株也是仙桃,是当年孙猴子偷吃的仙桃桃河长成的 吃了它也可以延年益寿,返老还童 老人拿着仙桃开心地往回走 他又冷又饿,便将仙桃都吃掉了 诶,莫非这仙桃真让我返老还童啊 你是阿毛,是啊,才半天不见,你们都不认识我了 你怎么返老还童了 阿毛便将自己如何得到能返老还童的水蜜桃的事讲给大家听 村里的财主听到此事,便让家奴将那两棵桃树移到自家果园里去 没过多久,两棵桃树就枯萎而死 财主因此怪罪阿毛,将他赶出了阳山 这里有山有水,我就在这里安家了 转眼间,在阿毛的精心势弄下,这里变成了一片桃林 这年夏天 是你们俩,所来何事 老人家,王母娘娘派我们前来跟你借两栏仙桃 不知你是否答应 两位仙女不必客气,尽管摘 从此以后,仙女来这里摘桃的事情便在无锡民间流传开来 又因这里的水蜜桃确实个儿大皮薄 吃浓肉厚,堪称水果中的佳品 所以无锡阳山水蜜桃很快便迟名中外 伯伯,给我撑两斤 你刚才不是说不买吗 伯伯不是说这水蜜桃可以返老还童吗 我给奶奶买点,让她吃了好便年轻 真是个孝顺孩子 小账 znactic Produ脏 不 10 0 谢谢观看